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 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2月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首先啊,咱们还是看赫尔松战场 12月1日,俄罗斯军队继续在赫尔松州定列薄荷东岸 就是左岸呢,采取防御措施 建造攻势和转移人员 乌克兰消息人士称啊 俄军在东岸继续坚守防线并构筑攻势 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 俄军减少了赫尔松的人员和装备数量 并将人员重新分配到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之间的高速公路沿线阵地 这个地方远离蒂内薄荷 实际就是远离乌军的海马斯打击范围 乌克兰南部作战司令部发言人胡美纽克表示 俄军正在从蒂内薄荷左岸的人口稠密地区撤出装备和部队 乌克兰副总参谋长表示 乌克兰司令部希望俄军保持其在东岸的阵地 并将开展局部的惊恐行动以攻克这些阵地 12月1日 乌克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了俄军在卡夫霍卡大坝上 关于俄罗斯在蒂内薄荷左岸军事阵地的相互矛盾的报道表明 俄军目前正在赫尔松州重新部署他们的部队 但具体如何部署尚不清楚 俄军在扎波罗热州的军事行动可能表明 在乌克兰对俄军集结区和后勤的打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俄军无法保卫关键地区 乌克兰总参谋部在12月1日报告说 俄军已经或正在从扎波罗热州的三个定据点撤出人员 乌克兰总参谋部还报告说 布尔恰克的俄罗斯占领军官员正在进行人口普查 为未来的疏散措施采取准备 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说 乌克兰军队在前几天袭击了俄罗斯在扎波罗热的米内尔 托卡马克波罗西等部队集中地 俄罗斯军队可能正在从靠近扎波罗热州的前线阵地撤出人员 以减少乌克兰不断增加的袭击对俄罗斯人力和装备的影响 由于定据点位于关键的路口 俄军可能会更难保卫托克马克免受乌克兰潜在行动的影响 因为无法控制路口 俄军可能会更难保卫托克马克 因此从波罗西撤军的可能性尤其引人注目 从关键位置撤退可能表明俄军队无法保卫扎波罗热的整个前线 并且在优先集中力量 然而俄罗斯军队很可能正在重新调整他们在扎波罗热的编队 并可能将不同的人员调回这些定居点 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保留预备队 以支持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地利波河左岸的防御行动 好罗莫夫表示 俄军正在克里米亚北部集中预备队 以增援赫尔松左岸和扎波罗热州奥里西夫方向的部队 好罗莫夫表示 由于俄军人员和装备的转移和部署 战科仪及周边定居点已成为俄军在克里米亚最大的军事基地 俄军可能会保留预备队 以支持乌克兰前线的这部分部队 因为他们预计乌克兰军队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些地区开展进攻行动 乌克兰官员继续确认乌克兰军队在12月1号 在金本半岛展开行动 美国战争研究所此前曾评估过乌克兰军队能够更好地从金本半岛在赫尔松州 蒂涅伯和左岸开展秘密行动 12月1号 俄军继续对狐狸亚伯尔以西 赫尔松州西部的和蒂涅伯和彼得罗夫斯克州进行炮击 乌克兰消息来源报道说 俄军炮击了尼克波尔 马尔哈涅茨和赫尔松市 那这个整个的就是赫尔松和扎伯罗热的一个战况 双方都有报道 咱们节目里面说个好多回来 扎伯罗热和赫尔松州 这个就是蒂涅伯和左岸 目前乌军是占优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离乌军的控制区都太近了 隔一条这个蒂涅伯和乌军就利用哈马斯 还是打击俄军的这些部队的聚集点 还有这个交通要道运输不极限 说俗一点就是俄军被炸的受不了了 只能分分后撤 他就躲避了哈马斯 因为这个战打到现在 俄军对哈马斯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就是到现在为止 俄军到底摧毁了几辆哈马斯 还都是个未知数 你说这个战 普京憋屈不憋屈 咱们在战场上视频里面都已经看到了 德国援助的自行榴弹炮 还有法国援助的什么凯撒大炮 都有被摧毁的那个视频 还有美军的M777都有 但是到现在为止 哈马斯参战已经四个月了吧 一辆哈马斯被摧毁的照片都没见过 普京得争点气 那只能说明俄军现在对哈马斯 是一点折都没有 那只能被哈马斯打得爆头数算 只能忘后撤 所以他在扎波罗热 在赫尔松 他只能尽可能的远离哈马斯 这个大家一想就明白了 这个乌军他经常夜里发射哈马斯 俄军也受不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乌军 他已经从金本半岛登陆了 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部队 已经隐蔽在金本半岛了 过去多少人 现在都是个谜 那么现在乌军可能就是等待时机成熟 先打着俄军的核心部给 等到俄军核心部给跟不上的时候 有可能乌军就要正面进攻 他就要渡过地链波河 同时金本半岛上这个乌军特种部队 他就从侧翼进攻 俄军就受不了了 正面有乌军的海马斯 M777渡河部队 侧面也有特种部队攻击 绕过他的防线 打击俄军的纵身 以及防线后面 那这俄军怎么受得了 所以说在哈尔松 以及扎波罗热 对俄军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 咱们前面也说了 乌军现在成立了很多这个特种部队 就准备要打扎波罗热核电站 马上就要夺下扎波罗热核电站 前几天咱们视频介绍了 专门说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俄军很快就要撤出了 今天又传出了消息 俄军应该是很快就撤出扎波罗热核电站 他为什么撤出 他一个把扎波罗热核电站交给这个联合国 叫国际原子能机构 把扎波罗热核电站作为一个中立区 第二个呢 就是俄军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也被乌军炸的不行了 这个乌军投铁啊 意高人胆大 就是要定点清除这个俄军 人家乌军是精准打击啊 第三个 据说啊 俄罗斯要跟乌克兰达成协议 什么协议呢 就是把扎波罗热核电站交给原子能机构 实际就还给乌克兰了 你只是不能在里面驻军 双方都不要在里面驻军 那不就是还给乌克兰了吗 乌克兰也没必要在里面驻军 你俄罗斯不进宫 他在那驻军干啥呢 这个很能答应呢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俄罗斯要求乌克兰 就是允许或者叫保护 或者叫配合 俄罗斯利用乌克兰的管道 向东欧输送石油和天然气 这个我也给大家介绍过 乌克兰竟干这个俄过八毛的事 现在俄罗斯 他这个什么北极二号都不能用了 他现在只有通过乌克兰这个管道 向欧洲卖气 卖石油 赚点钱 结果乌克兰他允许他卖 但是乌克兰自己 一部分气 接流一部分石油在用 那俄罗斯一点脾气都没有 你要么就把这个管道关了 俄罗斯也不能关 而且乌克兰随时 还有可能把这个管道给破坏掉 因为很容易破坏 而且没有办法查 他就变成一个乌头冤案 因为这个俄罗斯 现在不是大规模的空袭 用导弹袭击乌克兰吗 那就是你俄罗斯导弹炸的 你自己把这个乌克兰的管道炸断了 输送天然气 没有办法输送石油了 要修的话 乌克兰说没钱 没有装备 那你俄罗斯还得给钱给装备 还得求乌克兰去修 那你说普京这就干的啥事 脖子被乌克兰捏着的 你就打仗憋屈吗 所以他只能跟这个泽伦斯基达成协议 把扎布罗尔核电站让给你 扎布罗尔核电站 他能供应半个乌克兰的电 应该在40%左右 以前扎布罗尔核电站的电 很多都是用来出口 他现在不出口了 那整个乌克兰的电一半就解决了 俄罗斯你不敢炸核电站 你只敢炸炸那些乌克兰的变电站 就是变压器 炸一炸乌克兰的核电线路 乌克兰修很快 电线炸断了给他接上 把电塔炸倒了给他竖起来 快 那时候导弹炸那个 那俄罗斯就吃亏 一颗导弹得几百万美金 至少你炸个电信杆 有啥用 所以说俄军极有可能 从这扎布罗尔核电站要撤出了 这个消息可能是真的 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让乌克兰 你保证你境内的这个输油管道和输气的管道 畅通 你自己俄国拔毛一就算了 普京也就认了 但是你得保证他畅通 千万别被这么误炸了 那普京就靠这点钱过日子 实际上想一想 就这么回事 有乌克兰哪天一不高兴 他就把那管道给炸了 俄罗斯炸了 那俄罗斯的气 石油 它是一点都卖不出去了 你靠印度去垃圾船 有啥用吗 那得多远 润费得多高 现在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石油 60美金一桶 有的说比这还要低 波兰说要打到最低 你再加上高额的运费 那俄罗斯的油 它就不赚钱了 那在赫尔松战场 目前这个态势对俄军是极其不利的 据说这个乌克兰的先头部队 离马里乌布尔 只有100公里 再往前打一打 这个海马斯就能把马里乌布尔全部覆盖了 海马斯一旦把马里乌布尔全部覆盖 那就相当于普京 搞的这个大路桥就断掉了 那你这个哈尔松南部克里米亚 就成为一个大号的蛇岛 最近在英国的这个指导下 乌克兰好像又在袭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至少压制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以前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在黑海上面是肆无忌惮 现在也得偷偷摸摸的出来 德国还有芬兰瑞典 都在给乌克兰提供这种深水无人气 这个肯定是没安好心 憋着坏 指不定就把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重创一下 你这样一打的话普京的这个克里米亚和赫尔松 就孤立无援了 所以丢失呢迟早的事 接下来咱们看乌冬战场 乌冬战场主要是在巴赫木特 乌冬战场到目前来看 根据各方的信息 乌方信息和俄方信息 还有德国英国媒体的报道 巴赫木特战场目前对乌军非常不利 这一万多乌军有可能要被俄军包围 目前有这个态势 为什么呢 正因为是俄军 普京在赫尔松战场在扎波罗热 占不着便宜 节节败退 加上前一阵子又善意地撤离这个赫尔松城 所以他急需 特别需要一场胜利 来鼓舞士气 这个大家能想象得到 那普京一直打败仗 那他这个在国内已经待不下去了 俄罗斯国内的这些人 公开谈论 什么海牙法庭 什么乌克兰战败 所以普京 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 他就需要一场胜利 这个胜利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你打赫尔松城 显然那不是神经病吗 刚善意撤离嘛 你怎么也打回来 更难 他也没办法渡河 克雷明纳在乌冬战场 北部 那个地方也打不动 扎波罗热 这地方 他得把它交换出去 前几期咱们也说过了 俄军在扎波罗热 没有办法有所作为 所以他唯一能突破的 就是巴赫莫特 所以啊 普京给普里哥金 就瓦格纳集团的头子 下了死命令 就无论如何 要把这个巴赫莫特给我拿下 你不要再扯什么消耗乌军的 有生力量了 现在就是要把这巴赫莫特站下 鼓舞一下俄军的士气 普京 太需要一场胜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普京调集了瓦格纳集团 还有车臣部队 还有什么 这个重炮部队 还动用了T-90 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还有俄罗斯的空间军 把俄国能动用的资源 全部投在巴赫莫特战场 正面吸引乌军 还要从侧面 把巴赫莫特外围的那些定居点 一个一个的拔掉 对巴赫莫特形成包围 这一战对俄军来说 他势必要拿下 所以这个对乌军来说 就打得非常艰苦 但是不代表说 俄军马上就能取得胜利 只能说乌军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乌军现在也在调集金瑞部队 去持援巴赫莫特 昨天咱们就说了 他已经调了什么54旅 可能在调其他的旅 也是金瑞 过去支援这个93旅 你看今天 这个法国防部 12月2号对乌克兰战局 进行简报 他就说了 在敦涅茨克的巴赫莫特地区 俄罗斯人包围和占领了两个村庄 这是法国国防部报道的 德国图片报 在一片题为 普京也取得了胜利的文章中写道 乌克兰军队成功反攻 给人的印象是 俄罗斯的入侵已经结束 但在某些地方 俄罗斯正在进一步 向乌克兰领土推进 在这里 乌克兰无法守住阵线 克里姆林公试图控制 巴赫莫特的企图 自7月以来一直没有成功 但现在俄罗斯联邦改变了策略 他们没有正面攻击这座城市 而是开始尝试取得一些成功 以包围它 自本周以来 俄罗斯联邦占领了 巴赫莫特以南的三个定居点 其中包括马尔斯克 现在他们正试图从南方向北移动 前往巴赫莫特 为此付出了巨大的鲜血代价 你看德国法国媒体 对巴赫莫特的报道 以及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 对巴赫莫特的报道 口径基本一致的 目前普京在这个巴赫莫特这个方向上 是不计代价 不计血本 死多少人他都不管 他要胜利 要把这个巴赫莫特给占下来 这个相当如谢斯分 再不占一块地方 这个面子搁不住了 这还打什么仗呢 就一直打败仗 但是啊 虽然普京不惜代价 不计成本 但是想啃动 93旅 也不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乌军的93旅 是乌军的最精锐的部队 要不然不可能在那坚守了六个月了 瓦格纳集团就没有能啃动 这个93旅 前身是苏联红军的王牌军 93竟为摩托化步兵师 在卫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 冷战时期 长期驻扎在匈牙利 现在的乌军 已经不是六月份七月份的乌军了 因为现在的乌军 它有数量不明的海马斯 你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而且现在的乌军 它的装甲部队也已经成长起来了 它的空军 直升机 苏二五都有 都可以对这个前线进行支援 现在的乌军 它已经不像战争初期 守马里乌坝尔的那个亚素营一样 只能在那死守 因为它没有支援手段 没有炮火支援 没有飞机 所以最后马里乌坝尔的这个亚素营 没有办法 只能投降 这个在北敦列次克市 利西昌次克市也一样 因为乌军那个时候炮火跟不上 也没有装甲部队 飞机也不行 那个时候海马斯还没有到乌克兰战场 所以最后坚守几个月之后 只好撤退 但这一次 金飞其比了 乌军坚守巴赫木特 俄军虽然有包围的这种架势 这种态势 但是真的要把乌军给包围 给歼灭 这个非常难 说不定乌军 有可能是拿巴赫木特93旅 作为诱饵 引诱俄军来进攻 最后乌军可能调动部队 对俄军进行反包围 这都有可能 因为大家要记得 这个战场的感知能力 俄军是比不上乌军的 因为乌军有北约帮忙 侦察机天天在天上飞 俄军一举一动 乌军都知道 乌军现在不仅对战场 感知力比俄军强 关键他调动部队的能力 他这个打击能力和手段 都比俄军强 所以保不起 俄军想把巴赫木特包围 最后演变成乌军反包围俄军 因为整体上 在乌克兰战场上 乌军是占有优势和主动的 说不定他把克里米纳什么赫尔松的部队 全部调完吴冬 登巴斯 但是不管是谁包围谁 从现在开始 巴赫木特一定是越打越激烈 越打越残酷 可能这个阵地要反复一手 双方拉锯杖 一个村一个村 一条街一条街的 一个向道一个向道的 进行残酷的争夺 最终就是势横片野 看谁能扛得住 如果普京不惜一切代价 组织了那么的力量和装备 动员了那么的部队 都不能把巴赫木特拿下 那普京可能就 叫载而衰 三而劫 这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态势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国际援助 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 到了物以复加的地步 那么普京啊 说今天在跟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的时候 专门解释了他 为什么要轰炸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 周五根据克里米红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 如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天进行了电话沟通 普京谈话中指出 俄罗斯武装部队长期以来一直避免对乌克兰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导弹打击 但现在为了应对基辅的挑衅必须要出手 克里米红新闻公报写道具强调 俄罗斯武装部队长期以来一直避免对乌克兰境内的某些目标进行精准的导弹打击 但现在俄罗斯除了回应基辅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 包括克里米红大桥和能源设施的挑衅性攻击外 别无选择 这同样适用于针对北溪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恐怖袭击 你看这个普京的这个嘴脸他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个侵略者 但是普京对乌克兰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打击可以说是越打心里越慌 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咱们说了 反正乌克兰要额过八毛 总之你往外输的气和石油 他要免费的用 这不是普京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这第二个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 美国德国甚至连哈斯克斯坦都派了大量的工程队陆续抵达乌克兰 进行专业的维修电力设备发电厂和国家电网 同时美国第一批援助的配电边压器和发电机保护段路器已经启用 马上就要送到乌克兰了 欧盟宣布援助200台大型边压器和40台重型发电机 德国援助350台发电机 土耳其援助三艘大型的电力保障船都到了乌克兰 日本还要援助乌克兰太阳能发电 所以普京越炸心里越慌 第一个他自己导弹越来越少 第二个炸的没起到效果 乌克兰只要扛过去了 那普京轰炸人家能源基础设施就达不到目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普京跟舒尔斯说他有某种妥协的意思 乌克兰你只要不炸我克里米亚大桥 你不炸我这个民用设施 那我就不再轰炸你的能源基础设施了 我为什么轰炸你能源基础设施 因为你轰炸我克里米亚大桥 轰炸我的民用基础设施 我才反击的 那言下之意只要你乌克兰不打击这些地方 我俄罗斯就要收手了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意思 人家某种程度就是普京服软了 逗窃了 咱们看看援助美国的雷神公司 获得12亿美元的合同 生产地雷空导弹 以援助乌克兰 12亿美元的防空武器 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 在社交媒体上向美国索要超过800公里射程的导弹 他表示解决能源问题最佳和最有效的方法 是射程为800公里或者以上的导弹 这件大大节省发电机 一般的乌克兰向美国要800公里的导弹的时候 开始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或许得不到800公里的导弹 但是这300公里导弹也可能就要来了 乌克兰已开始于德国 就转让挨国者防空系统进行谈判 我们已经开始于德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拥有爱国者技术 我们还利用北约和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 与任何可以帮助我们就向乌克兰供应 爱国者做出极其决定的人进行交谈 这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的 昨天咱们不已经说了吗 德国准备把这两套爱国者防御系统部署在波兰 结果波兰说我要把这两个爱国者防御系统部署到乌克兰 这样是不是转着圈呢 乌克兰现在也找德国去谈要德国支援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 那么德国总理舒尔茨这次跟普京通话 十一八九最后讨论这些问题 说你如果再轰炸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民生问题 老普京会被冻死 你这已经不是真实目的了 那我德国就要给乌克兰提供这个爱国者导弹系统 来保护他的一些重要的设施 那普京可能就是借颇下驴啊 说你只要乌克兰不轰炸我的克里米亚大桥 不轰炸我的比尔格雷德什么那些油库 那我们就停止轰炸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德国计划在明年春季 向乌克兰移交新承诺的 七辆猎豹防空自行火炮 德国政府希望在未来能够为这些防空系统提供额外的弹药 意大利总统梅洛尼在新政府通过了一项 关于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法令 这将使继续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成为可能 直到2023年12月31号 你看意大利也要给乌克兰运送武器 土耳其第一夫人探望因战争从奥德萨撤离的乌克兰孤儿 没有人想要战争 我们反对任何失去父母或者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 我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 希望伤口能够愈合 希望每个人能够安全返回家园 埃米内埃尔多安说 他说在与乌克兰第一夫人会面时 同意将奥德萨孤儿院的儿童疏散到土耳其 孩子们将留在这里 直到他们返回乌克兰的条件变得安全为止 这什么意思 总之土耳其 埃尔多安不给普京面子 动不动就让普京难堪 现在连埃尔多安的老婆也不给普京面子 也让普京难堪 他这夫妻俩 这是叫双打 混合双打 这普京拿受得了 一个埃尔多安欺负他就够了 结果埃尔多安老婆还得欺负他 公开支援乌克兰 你说普京的小心眼 他能不生气吗 这二月一日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国安部奥斯汀 和他的五角大楼高官 正在考虑大规模扩展对乌克兰的 针对的训练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 这线计划已经讨论了数周 将以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的数十亿美元武器 和其他援助为基础 按照计划将有数百 乃至数千人的乌克兰作战部队 在德国的格雷芬威尔共同受训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国防部要帮乌克兰训练士兵了 最后我们再看看 关注这个和谈 拜登会见了法国的马克龙之后 估计他们达成了一致 会后对媒体 拜登说愿意与俄罗斯谈判 但是他说了个前提 要俄罗斯撤军 你不管怎么说的 这个拜登的意思很明确 第一个 停火协议谈判等等 都是乌克兰的主义 乌克兰得同意 这个前提条件从来没变过 那乌克兰同意的前提就是 乌克兰一直坚持 你俄军从乌克兰撤出去 才谈判 不是说现在双方都停火 各自实际控制的地区 保持不变 停火谈判 不是这么谈判 是要俄军撤出乌克兰就谈判 那拜登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俄罗斯美国乌克兰 他们私下的谈判早就开始了 我在以前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 如果不是谈判 那普京也没有办法 把部队善意的从河尔冲城撤出 乌军也不可能放他走 你看现在关于 扎波罗热的核电站也在谈判 所以俄乌双方在桌子底下的谈判 一直在进行 也可能是在土耳其 也可能是在哪其他的国家 但是不管他下面怎么谈 对乌克兰来说 他没有任何让步的这个条件 他怎么让步 没有办法让步 他就要恢复到1991年的那个边界线 对俄罗斯来说 普京更没有办法让 普京一让步他就下台 从赫尔冲城善意撤军之后 那个杜金都号召俄罗斯人 要把普京烧死 你说普京在说把部队从乌克兰撤出 那普京马上就得下台 所以双方你看看 怎么谈 没有谈判的余地 不过战场上小的调整是有的 双方都互相算计 毕竟对他有利 那就双方达成协议 但是整个乌克兰战场说停火 说马上就要和谈 这个战时看不到希望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